字幕的第二部份 是說金沙軒錦標 一看下去 我們港隊這場又是叫了糊 是呀 因為一對代表 好好計和卓力之成 好好計上次的北風錦標 如何既經四座贏 大家都挺猶新的 而這次他排的檔位是十二檔 卓力之成排了四檔 如果你怕好好計 檔位不好的話 還有卓力之成補償 所以理論上真的機會很大 其實這場金沙軒錦標 好計對方也是提下敗仗 還有之前贏的那場賽事 挺有引進的指標性 因為過去兩天冠軍 都是先贏北風錦標 再贏金沙軒錦標 數據挺強的 那倒是 你看到十三隻馬 有十隻跑過北風錦標 九隻輸給他好計 另外兩隻未單短途賽 跑完草地轉過塔塔塔 差不多就是卓力之成 但是這個十二檔為何這麼難跑 我們看看這個尾單馬場 千二米的賽道圖 好了 尾單敬馬場 這個千二米交沙地 其實跟香港 我總是覺得跟香港 千二米泥地差不多 不過科學不同了 對 應該說直到尾起步 一個圈發 一個彎回來 應該說 不過看十二檔還十二檔 因為我做功課 一邊看 為何沒有快馬 好像又只是魔幻法師和好計 是否真的換拖不換 其實如果你看上次北風錦標 我再看幾次片 都真的覺得那場賽事 如果真的有快馬 又怎會輪到十級獵蜂放頭 所以既然有十隻牛 連好計一起跑 即是最快的還是好計 以及魔幻法師 這對馬一隻五檔 一隻十二檔 每句話說 就算是十二檔的 這個好計 出來之後 殺回來的話 其實從第二碟 沒有太大分別 是否這樣看 都要考考它 怎樣都好 雖然這樣說 都是十二檔麻利 怎樣都要耗一點力 倒轉 卓力之城就是四檔 我覺得它可以守住一個很好的位置 這個交沙地 草地馬得 他來襲贏過 今天香港 可能兩邊都可以 哪一個人來試 我對莫萊拉走位 也有信心 那兩隻馬來 當然有財積 到底鄭俊偉怎樣看呢 畢竟在那邊 那隻馬都這麼久了 我們聽聽他怎樣說 今早看過好計的操練 我知道你剛剛趕到 馬上來看他操練 那隻馬的感覺怎樣 他感覺給我很好 我覺得他還是比上一場 他還有一點點進步 那一來到之後 那隻馬 因為上次就贏了馬 那之後的體重 或者是他吃 體重 體重 我覺得他還是 身材飽滿了 吃料 吃得非常好 對於這裡的環境 我也覺得他適應得很好 各方面條件都理想 對馬 他對於泥地性能 他無可否認 他會比草地好 至於上場 其實我很老實說 我也挺有信心 他會跑得好 但是贏的姿態 比我想像中 會輕鬆一點 但是這次排位 昨天就抽了一籤 抽了十二檔 會否對他稍為不利 十二檔 其實我在泥地 我也不太擔心檔位 因為他最主要是 跑適合他的步穩 跑適合他的動力 他外檔 我相信對他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就好了 上次是五檔 明明可以快也不快 就撐住被人過 而且看著他上一次 真的好像有些 刻意要走第二碟 加上在尾單馬場 跑道其實挺闊 十多 賣力就賣力 其實沒所謂 因為我看他的速度感 其實真的比其他同組的對手強 我不否認 剛才那場北風錦標中 有很多賣 跑不出應該有的水準 但是始終距離真的寬 他是拉開了 那是否真的有馬可以先反 其實好像上屆的亞軍 伯夢風盛 剛才看到一條片 有女兒塞在內欄 好像很… 輕叫淡寫 但大家都知道 外隊的馬 原生目標都是這一場 因為獎金有別 如果跑出去 其實上年的水準 也有機會跑到前列 但這次他又是耳當 怕不怕他摔在裡面 也有少許擔心 所以同樣地這件事就是 卓力之成 沒錯 我對莫雷拉走位的信心是大的 但問題就是 他本身不是一隻大隻馬 我們不是沒見過之前 怎樣被人摔在裡面 主席領導長那時候 其實運到也無法離開 其實是的 所以你好像借除了他之外 有些好像魔幻法師 有些昏繁交雜 那些很巨型 很巨型 你說被那些馬壓住的話 加上莫雷拉 神也是這樣說 當然 不過神也有他的辦法 希望他能夠被一堆大馬衝出來 不過如果是這樣 我也希望他可以為港震光 畢竟 我們港隊賣裡面 未有一隻馬 真的贏過泰佩塔的一級賽事 聽聽摩 怎樣去提出這隻卓力之成 圍 execute 該泰佩塔的一級賽事 好的一級賽事 這次很好的 ев泰佩塔 我們很有可能 隔離 不能突破 我們有很多 頭腿 指著 油 但 動峰 非常多 如果他動辽 按理 甚至 勝利 運 他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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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是抓住了一匹 接着到桌面上 然後再向桌面上 那是好指示 他不像在桌面上 他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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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調 George 也在桌面上 他在桌面上 George說 這隻駛感覺很好 所以從那種目的 是好指示 看看這個駛力之城 之前怎樣贏這場 精英玩 都很輕鬆 這場是很輕鬆 當時是128磅 158K 其實如果你說 純粹是桌力之城這樣計算 因為如果你說 大摩檔 這個四檔是好指示 我記得去年鷹鴿 才是一檔 做得好 去年起步慢了一點 發展就被人塞了 對 因為內檔也會有這個問題 會擔心這個 不過說回來 其實這隻桌力之城 本身沒有真真正正的一級賽 就贏過 經常都陰差陽錯 你看到國際賽也是 之前主席短途獎也是這樣 希望真的去到國際的大舞台 就不會有太多意外發生 其他那些馬好像都 紋紋雜雜又是那些 好像都不是很簡單樂手 其量我覺得都是分法交集 上次既然都可以用到這種跑法 這次這麼大步馬牌中檔 只會更好發揮 或者另外就是魔幻法師 因為事實上去年贏了金山賢 金山賢 上一次在北方錦標 算是可以跑出應有水準 雖然年紀大一點 但的確在這些組馬裡 只有他和好好計 速度可靠一點 所以他走出來的話 都會有些威脅 好了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回來說 另一組我們 可以說香港隊非常有機會的賽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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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